实际上呢,我是这么认为的 潘金莲还有另外一种幸福的机会 就是说武松 其实武松在看到他哥哥娶了这么一个漂亮女人的时候 就应当意识到 这对于他哥哥来说,人生是一种危险 在封建时代,女人作为工具和物品的时候 一个像武大郎这样既没有才士 又没有社会地位的人 拥有一个美女,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她也不仅仅只是受到西门庆的诱惑 请别忘记,在一开始写潘金莲出场的时候 就写到清河县的子弟们 就一直编了很多的酸曲来嘲弄这一段婚姻 就认为这么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而且有很多的那种少年子弟 不时地在他门第前面,就是来回转悠 这不是个必然 实际上在中国的民俗传统当中 只是不被张扬的一种传统 武松有另一种办法 可以让他哥哥的婚姻保持平衡 有什么方法 在西北地区很多地方 他们有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共同娶一个媳妇 武松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 明明知道他嫂子有这样的 情感的需求和欲望的需求 而明明也知道自己的哥哥 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他嫂子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我愿意提供这份感情和这个肩膀 然后他对于他嫂子来说 可能那我也愿意 跟你哥哥保持平衡 武松也对潘金莲真好 潘金莲也有大爷跟二爷来 对 但是有人不赞成哦 来 那个 我说点我的观点啊 这个 你说潘金莲会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这个 背离了当时历史的现实 也不会是武松的性格 不管西北 东北也有这样的 那叫拉帮套的 知道吗 怎么我们在东南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啊 东南是教化僧业之地 就是说呢 一个女人 嫁了两个男人 往往是两个男人 生活都比较困难 共娶一个妻子 但是 在水浒传里 在潘金莲本人 我认为 他不会有这种结果 为什么 一个是在宋朝那个历史 再有一个 在武松这个本人 绝不会同意 跟他的哥哥 共娶一个妻子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 我认为 潘金莲 潘金莲的悲剧 是宋朝封建 社会历史的必然 他就是不碰见西门庆 恐怕也要出点别的事 宁冲的两子 应该是狠手护到的 他不一样也是遇到了 对啊 说潘金莲 一个是他是底层的妇女 二 他长得非常漂亮 潘金莲最早的时候 曾经是大户的一个丫鬟 长大了漂亮以后 这大户的谭太公 想要霸占他 谭太公的老婆爱吃醋 发现了 把谭太公给打了 潘金莲向了他老婆告发了 最后 谭太公为了报复潘金莲 嫁给了 清河县最丑的武大郎 武大郎娶了潘金莲 这是个畸形婚姻 所以清河县的流氓们 就都天天上这儿 对潘金莲性骚扰 所以他这么一闹 武大郎一看待不下去了 才带着潘金莲到了阳谷县 他是一个自我和社会道德 相冲突的一个典范 或者你或者我 我们所有的人心中 其实都有一个部分 是接近他的 所以呢 我认为 我们每人心中不是断背餐 是潘金莲